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花蓮縣教育網路中心邱文勝老師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Arduino Arduino呢,原則上我們外面買得到的板子有兩種 一種是原廠或者仿原廠的 另外一種是相容板 這兩種板子的區別只是在驅動程式不太一樣 他們通訊晶片不太一樣 各位可以看到左邊這個板子是屬於原廠的 然後它的處理器是長方形的 然後它的通訊晶片是正方形的 那相容板剛好跟它相反 就是你是對岸買的相容板的話呢 它的處理器都是AT Mega 328 可是它是SMT直接洗爐和在板子上 然後可是它的通訊晶片卻是長方形的 在USB旁邊這一顆是通訊晶片 還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它的商標 Mark 原廠的Mark呢 它寫Arduino Uno 然後它這邊會有一個無限大的符號 背面還有印有義大利的地圖 那這個就是屬於原廠的商標 當然對岸仿的它也仿的一模一樣 你也看不出來 那這個原廠的價格大概是750塊到1000塊左右 那右邊這個相容板的價格呢 它大概是150塊左右 所以價格差蠻多的 然後它這邊寫的可能會是DCC DUNO 那相容板大概不會有 這其實都不會有什麼法茂的問題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就是商標 如果你買到的是這一種看起來像原廠的 可是它很便宜的那一種 那種會有妨礙商標法 商標有註冊過的問題 那因為它基本上它是一個開放式硬體 所以硬體的線路即使一模一樣也不會 因為它是公眾授權 所以不會有問題 所以唯一有問題的就是商標的問題 所以這個750這個150 那用起來其實我們用這幾年感覺差不多 那你自己可以考慮一下 看你們上課要用哪一種 那如果你的在這個USB旁邊這個晶片 如果你是正方形的話 大部分就是原廠或者是仿原廠的 那它的驅動程式就會需要用到原廠的驅動程式 在Arduino的官方頁面可以下載 那如果你是用相容板的話呢 它的這個USB的傳輸晶片是CH341 那所以我們就要上網去抓CH341的晶片 那所以不管你用的是哪一家 那其實這兩個驅動程式上了之後 這個兩個板子 這兩種板子都可以使用 就不會有其他的問題 那另外呢 你可能也會看到這種小小的 小小塊的 這個叫做Nano 剛剛那個兩片叫做UNO 那UNO的板子呢 在市面上是最容易找到教材 因為大部分的教材都是用這兩片 為它的基礎來做教材的 那所以市面上教材都是這兩種 那可是如果你買Nano呢 也可以用 它也可以用 那這個板子的大小 大概跟大拇指一樣大而已 所以它如果拿來做作品 你的作品通常不需要那麼大片 這小小片的應該就可以使用 那它也蠻好用的 用起來差不多 差不多 那這都可以考慮了 那他們我們為了 我們為了在 因為它的接角 這邊輸出的接角 輸入的接角 它其實就是一個洞一個洞而已 那通常我們買模組 如果很 你一次要用很多個模組的時候 它的 你會注意到它的接地 還有它的 它給電的部分 其實就是只有一個五伏特 然後接地就是有三個而已 那有時候用很多模組的話 會不夠用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會考慮到 使用擴充板 那擴充板呢 通常我們 如果你稍微有錢一點 你可以買彩色的 因為彩色它 它幫你做了顏色的標示 所以它的G就是接地 跟V供電 還有那個訊號端 它的顏色是不一樣的 所以小朋友比較不會插錯 比較容易分辨 所以這個 如果你可以買得到的話 彩色版是比較好的 但是彩色版當然也比較貴一點 這片大概250塊左右 那如果 今天學校只是一般用圖 那其實我們會買單色的版本 那其實差不多啦 用起來差不多 只是 只插了沒有顏色幫你做分別 那它一樣把那個輸出的角位通通拉出來 在S的這一端 就是輸出角位 然後這個G一樣是接地 一樣拉一排出來 V一樣拉一排 供電一樣拉一排出來 所以你每一個感測器可以直接插上去 插上去 插上去 這樣一組一組做好的 然後另外呢 它會幫你把那個輸入的部分 它會拉在這邊 A0到A5 輸入的部分 那一樣有一排V有一排G 那好一點 它會幫你把那個通訊庫 還有i2c的連接庫 還有藍牙通通給你拉出來 這個是第五版的 第五版的 一般我們常買得到的感測器擴充板 那這個大概80塊到100塊左右 那如果你有比較舊的 比較舊的長這個樣子 這個是第四版的 這是第四版的 那它一樣也是 它一樣也是把你的輸出的感測器拉出來 感測器的插座拉出來 然後輸入的感測器拉出來 那這邊有做一些防呆的腳位 是給輸入用的 這個也可以用 其實用法差不多 然後另外如果你用的是NANO的話 那NANO的感測器的擴充板長這個樣子 那上面這個插座就是插NANO的板子用的 那這個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擴充板跟開發板 Arduino UNO開發板跟擴充板的部分 那這個各位了解一下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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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a